当他戴着帽子轻轻松松跨过横端的时候 每个对手的心里都生起了一丝绝望 你们都是来争第二的吗 巴尔沙姆绝对有资格这么嚣张 32岁的巴尔沙姆身高1米92 男子跳高的亚洲纪录保持者 世锦赛三连冠 个人生涯最好成绩是2米43 奥运会一金两银 亚运会三次夺冠 几乎是公认的男子跳高世界一哥 堪称是前无古人 后男友来者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巴尔沙姆的传奇人生 见证那个从亚运志愿者 到亚运金牌 再到奥运冠军和世界一哥的田径传奇 巴尔沙姆的父亲是一名中场跑运动员 他从小就耳濡目染 喜欢在田径场上活蹦乱跳 小时候 巴尔沙姆尝试过竞走中距离跑 短跑 跳远和三级跳等诸多项目 但最终还是被那个跳跃 制空翻转落电的游戏给征服了 与巴尔沙姆一样 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天赋一柄的运动员 巴尔沙姆有一个兄弟也是跳高运动员 还有一个兄弟是国家队的守门员 虽然天赋出众 但还需要持续的自律 专注和勤奋 经过时间沉淀才能取得成功 2006年 15岁的巴尔沙姆是卡塔尔多哈亚运会的志愿者 那一次梦幻般的经历 给他的心底种下了一颗美好的种子 当决定将跳高荡成终身事业以后 巴尔沙姆迅速蜕变 2009年 作为练习十场两年半的昆昆 他跳出了两米一四的好成绩 开始崭露头角 2010年广州亚运会 19岁的巴尔沙姆 以两米二七摘下金牌 他统治的时代也拉开了帷幕 2012年 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 巴尔沙姆以两米三十七秒的成绩 打破了亚洲室内记录 并且未免夺冠 2013年钻石联赛油金站 巴尔沙姆第一次越过了两米四零的高度 打破了朱建华保持29年之久的亚洲记录 2014年仁川亚运会 巴尔沙姆跳出两米三十五秒破赛会纪录夺冠 2016年里约奥运会 巴尔沙姆再次对奥运冠军发起冲击 前面五跳 一切尽在掌控当中 但杆子来到两米三六以后 巴尔沙姆突然断电了 反而是对手得劳应有如神助 最终强势夺冠 两次奥运会摘银 巴尔沙姆纵有世界第一的实力 却没有世界大赛的荣耀之称 2017年伦敦世锦赛 巴尔沙姆终于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枚世锦赛金牌 但仅仅一年之后 他就遭遇了脚踝和韧带撕裂的严重伤病 从屁靡天下 以打破世界记录为目标 到无法行走 以轮椅代步 巴尔沙姆迎来了生涯至暗时刻 不过 巴尔沙姆并没有放弃 当他用一年半的时间康复以后 迎来了真正属于他的光荣时刻 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决赛 巴尔沙姆和意大利名将坦贝里 都跳出了2米37秒的成绩 在比赛中 巴尔沙姆和坦贝里商议共享金牌 最终成就了一段传奇佳话 当被问及 如果坦贝里不是巴尔沙姆的好朋友 他是否会分享金牌 巴尔沙姆表示 每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都有强烈的胜负欲和信念感 但他和坦贝里都经历过伤病的至暗时刻 他们知道自己多年来的投入和付出 正是在那一刻 两人都觉得 与好朋友分享奥运荣光是最好的结局 从亚运志愿者到奥运冠军 巴尔沙姆拥有一段波澜壮阔的生涯经历 谈到那个距离他只差0.02米的目标 2米45的世界记录 巴尔沙姆说 当完美的天气风感身体和精神等所有条件都满足时 他会有机会跳到足以打破记录的高度